侦探为何一直被困在游戏而等待大厅无法出去呢 其实如果真的想出去的话是一定有方法的 有很多玩家可能会有疑问 侦探为何一直无法离开大厅呢 在游戏开始时 侦探进入大厅发现自己被反锁住了 那时侦探说看来要在这里住一晚了 可是这都住了一年了 这一年里侦探饿不死 大厅蜡烛也烧不完 他也离不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侦探真的无法离开大厅吗 在内侧版中侦探除了进入大厅外 还会开启一个地下室 进入地下室会看到有骷髅头 还有一个带血迹的手术台 但这个地下室也是没有出口的 难道侦探真的就出不去了吗 其实不一定 侦探如果真的想离开大厅 龙哥的推测至少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可能可以用的方法是打电话 大家可以看到在大厅中是有电话的 侦探为何不打电话叫人呢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大厅没有电啊 电话可能用不了 如果说电话没电无法使用的话 那么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离开大厅 大家知道侦探这时在大厅是用蜡烛和油灯在照明的 大厅之中有那么多的蜡烛 侦探手上还有油灯而挡住侦探离开大厅的 不过就是两扇木门而已 一扇是侦探进来式的木门 还有一扇是被封住的木门 随意打开一扇木门就能离开大厅了 木的克星是火呀 所以侦探要离开大厅的第二个可用的方法是把木门烧了 那么多蜡烛还有油灯 点一把火把木门烧了不就行了吗 当然正经的说侦探离不开大厅的原因 除了官方的剧情安排需要外 龙哥哥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大厅的时间可能是禁止的 侦探不论在大厅待多久 大厅的时间依然会停留在侦探进入大厅时的那一刻 在幻象大厅中 便衣小姐旁边有扭曲的时钟 提示时间可能是禁止的 另外在大厅的沙发上 当侦探反复经过的时候 会看到一只肥老鼠反复的爬过 饿不死的侦探 永远饿不死的老鼠 这些都可能暗示大厅的时间是禁止 邪魅侦探的扭扣眼 也说明了侦探的另一面人格迷思了 侦探可能被困在了 自己为自己制造的幻象世界中无法醒来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您有更好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哦